红颈中游里推力坦克优缺点解数 游里推力坦克是红颈科技时代版本中游里阵营的专属坦克单位 在面对步兵单位时发射出的武器能够瞬间将其撕碎 在打击坦克单位时发射的激光武器能够将敌方坦克掀翻使其爆炸 即使是用来打击建筑单位伤害也是十分令人恐惧 拥有一个载人仓位且步兵单位进入后能够在内对外进行攻击 受到伤害后也能够自动回复生命 但无法在移动中进行攻击 心智也并不坚定会被游里复制人所控制 也会被战斗要塞轻松碾压 且并不具有防空能力无法对空中单位进行打击 所以你在游戏中见过这个单位吗